日子出家 七代超声 出家真是不容易的 能够出家 必须具备福德恩怨 而每一位大宗师出家背后 都有不同的故事 等我们分享一下 识道者的出家恩友 事成是这样的 在2008年2月29日 当我到达了泰国Grand Hyatt五星级酒店 突然气喘得很急 之后就说不了话了 当时很辛苦 我同事就立刻带我 去找当地比较出名的医院求医 经专科医生详细检查之后 他都找不到什么原因 在那一刻我很旷徨和很担心 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当时心里面有个感觉 这件事 不是一般医生可以帮到我 唯有叫同事 立刻送我回香港 回家的途中 我仍然是说不到话 正当我思索之際 我的同事打电话找他的姐姐 他姐姐建议我去导航精舍 找他的师傅求助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 仍然是说不到话 就立刻想起我同事 真的要叫他带我去拜后他师傅 我就马上约见师傅 不可思议的事就发生了 当我踏入佛堂那一刻 我竟然停止弃喘和开道声 还可以把整件事聚述给师傅 师傅就跟我说 此症状乃业障现前 即是怨亲债主找到 他还安慰我 不用担心 唯一的方法 只要坚持信念 每日做早晚課 诵经拜佛 诚心泪忏 业障 便会慢慢消取 和师傅对话之中 我已经觉得师傅一定可以帮我了 奇怪的事又发生了 当我一离开佛堂 坐升降到九楼 我又好像之前一样 气又再喘 声又开不了 那时我紧记着师傅教我的方法 不停念佛号 诚心礼查 接着第二天 师傅为我做了一场法会 在那场法会里 原来师傅召集了 很多他的弟子帮我诵经 回向给我的冤亲债主 果然我真的没事 过程中 令我深深体会到 有很多事情是没得解释 以及感受到佛法的不可思议 之后 我用更多的时间 去深入探究佛理 而且受三规五戒 成为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我抽更多的时间 参加精舍举办的法会和活读 在一次念佛行圈期间 老海之中 突然梦出一个念头 好想出家修行 成为争团的一份子 同时明白 出家能够了生脱死 又可以报答我八十多岁母亲养育之恩 于是我就鼓起勇气 向师傅提出出家的请求 师傅说 只要在佛前诚心发愿 2012年的心愿必定能够达成 听完之后我很开心 就决定每日虔诚发愿 但是我又怕我家人的不良解 不过我都不想那么多了 期盼的日子终于来临 2012年1月22日 这一日正是花炎圣诞 得到师傅为我剃道出家 发名识道社 从今以后发愿了生死 是要脱离六道轮回 跟随师傅老实修行 希望能够普道众心 出家之后的我 遇到修行障碍的时候 都会想到师傅的开示 出家行初心 成佛必有缘 道心永巩固 万丈皆消除 一想起这几句话 我都会觉得有如当头跑渴 一定要排除万眼 勇往直前 寺院夜神钟响起 大地一片平和 虽然天还未光 但是大众司已经集合 准备做早课了 日复一日 有规律的出家生活 和在家人的生活 截然不同 每日我都呼吸在感恩的空气当中 但愿世间一切的友情众生 都能活在 轻安自在的境界之中 善悦为食 法体充满 早日离苦得乐 共有疲劳盛海